我15岁开始,做Hair Dresser 25年了 刚开始的时候做学徒就起初什么都不会,连洗头都不会 所以就负责打扫,洗毛巾,帮忙一些 senior stylist 买食物 一直到有一天老板说,好了,你可以开始学习洗头 我就觉得很开心,开始学洗头 一直洗呀洗呀,洗到手都烂了 去看医生,医生说,你的皮肤好像不适合做这行 可是那个时候我坚持要做 我在take out那个Hair Dressing course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个instructor,他说我年纪很小 年纪很小,然后叫我不要放弃这个行业 剪第一个头发的时候,是被那个顾客骂的 因为我用那个shave,不小心shave到他的头皮 这一整片没有掉 为什么我会自己打算要出来做呢? 是因为我太太怀孕 坦白说,在金钱上没有像我在跟别人打工的时候 那么好,起初的时候 可是时间上会比较多一点时间跟我太太和我的孩子在一起 所以我其实很满意 做这个行业,眼睛真的要放得很大 不单单是看杂志,我很喜欢出国去看他们的服装、发型、化妆 这些全部都是整体的 我创业到现在十一年了 如果没有我太太帮忙的话 其实坦白说,我应该是做不到今天 应该可能前几年已经跟别人打工了 我希望,真的希望是新加坡有更多年轻人喜欢做这个行业 如果真的想做这个行业的话 不要认为Hair Dressing industry是glamour的 的确是有点辛苦的阶段 起初,开始的时候 只要坚持的话,肯定是可以成功的 Hi, my name is Tony and I am a Chief Hair Designer I know